无关福贸开放居留签证才是重点 汪达瑞 美国大学教授 针对马英九当年强推的福贸协议 柯文哲一下子要重启 一下子又不重启 反复不定 这项协议无关福贸的开放 协助对岸人民取得台湾的居留签证才是重点 经济上两岸福贸协议有百害而无一例 除了承受外来人口大举迁入的社会成本 台湾还要面对不可知的国安危机 以下是我的详细分析 既无禁止和来开放 马英九承诺对中国开放的服务业 绝大多数都是非特许行业 不论国籍任何人都可投资这些台湾行业 既然没禁止和来开放之说 以餐饮业为例 台湾本就有许多外资 麦当劳与吉野家分属每日的连锁餐厅 海底捞语窍江南则来自对岸 除了大型连锁餐厅 外籍人士投资的餐厅在台湾也四处可见 这些外资餐厅的老板包括日本人 韩国人 越南人 犹太人 以及对岸的中国人 服贸协议涵盖的其他服务业 例如零售 旅游 电脑软体等 一样有许多外资 只要满足基本工商登记 不论国籍 任何人都可在台湾投入这些行业 既然外籍人士可自由投入上述行业 为何马英九还要大动干戈 推动所谓的两岸服贸协议呢 马英九的动机在协助对岸的自然人 取得在台居留签证 居留签证才是关键 外籍人士在台经营的服务业 投资者可区分为两大类 法人与自然人 服务业只能在地经营 两者都要面对居留签证问题 法人投资者的经营规模相对庞大 例如麦当劳或Costco 大型外资企业必须派遣干部注点经营 根据现有法令 法人投资者的干部可轻易取得在台居留签证 自然人也可投资台湾的服务业 但未必能注点经营 除非已有在台居留签证 目前在台开店的外籍人士 多数透过非投资的管道取得居留签证 例如价取或衣卿 服务协议涵盖的多数行业 本来就未禁止中资进入 所以没有开放的问题 服务协议的真正功用 在于协助对岸的自然人取得在台居留签证 变相的小额移民计划 因为长期的敌对关系 对岸的自然人不易取得在台居留签证 常见的管道就是通婚 两岸服务协议可打开这道窄门 根据协议的内容 只要投资美金20万 对岸的自然人就可移居台湾 还可派携带一位干部驻台 除了投资人与干部之外 他们的配偶与子女也可移居台湾 只要满足特定居留条件 他们就可享有台湾的健保 子女也可以在台湾上学 在服务协议架构下取得的居留签证 可定期更新没有次数的限制 就算当事人短暂离境 再入境也不必重新申请加签 不管这些人是否能取得台湾的身份证 他们就是实质的永久居民 两岸服务协议等同变相的小额移民投资计划 而且只对中国开放 利弊得失分析 美国和加拿大也有类似的投资移民计划 目的在吸引外来资金、技术与人力 马英九推动的服务协议 并无这三项经济利益 服务协议涵盖的行业 多属资金需求不高的小规模行业 在这些基础服务业 台湾的技术领先对岸甚多 至于服务人力的供给 台湾也没有严重的短缺 尽管经济效益缺乏 两岸服务协议将给台湾 带来沉重的社会成本 我列举如下 一、对岸业者的服务成本较低 可利用低价倾销打击本地商家 造成严重的倒闭与失业的风潮 二、除了低价竞争之外 对岸业者还可模仿或窃取本地业者的服务技术 三、对岸业者赚取的利润会会出国境 不会继续投资台湾 四、大量对岸人民移居台湾 将造成住房供给短缺 导致房租与房价上涨 五、大量对岸人民加入台湾健保 政府的社福支出势必大幅提高 六、大量对岸人民在台湾上学 消耗珍贵的教育资源 七、大量对岸人民移居台湾 文化的适应不良会引发各种社会冲突 对台湾而言 这个小额投资移民计划有百害而无一例 难怪马英九要闪躲 必须用服帽协议的包装蒙骗人民 更严重的是 这个变相小额投资移民计划 将给台湾带来不可知的国安危机 不可知的国安危机 若马英九当年的服帽协议顺利通过 至少会有150万的对岸人民移居台湾 即便这个预估打对折 人数也高达75万 75万个中国人移居台湾 散布在不同的社区经营最基层的服务业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一、中国不是边境开放的国家 若无政府的批准 这75万人不可能移居台湾 二、中国政府会筛选一批人 给予必要的颠覆与军事训练 再派遣他们移居台湾 三、在平时 这批人接受中共的指挥 在台湾执行破坏社会安定的颠覆任务 四、在战时 这批人可组成战斗部队 在台湾执行武装暴动的军事任务 透过两岸服貌协议 中共不费吹灰之力 就可轻易在台湾部署大军 执行颠覆与军事的任务 更巧妙的是 这批敌军同时在台湾赚钱 把利润汇回中国 未必在台湾缴税 但可以享受台湾的设服资源 我要不客气的说 马英九推动的福贸协议 或柯文哲想重启的福贸协议 本质上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卖台计划 结论 马英九够狡诈 用福贸协议包装他的卖台计划 但被太阳花运动阻挡下来了 柯文哲够邪恶 顶着反福贸的光环进入政坛 接放重启马英九的卖台计划 却还要扭捏作态 我要提醒所有的网友 福贸协议无关两岸的服务贸易 开放对岸人民长期拘留台湾 才是重点 只要打开拘留签证的窄门 隐藏的敌军就会大举入侵台湾 后注 如果我描述的情节让你感到忧心 请大力转传本文 号召更多人站出来阻止柯文哲重启符 号标签证的完整